九九克剛這題呢 他要給三個點 要找重心 然後給了這個關係 我覺得這題其實比較不像現在學測的一個 出題的風味 因為他就是要用到一些既定的公式 用到一個科系不等式 因為待會要求這集值 學測裡面求集值 一個當然是不等式 但其實大部分都是用二字函數 配方法比較多 我這題是要用那個科系比較方便一點點 尤其他是三個的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看 重心的x坐標 其實重心的x坐標就是這三個相加 除以3 這是重心的做法 3分之a加2b加2c 其實我們要去算這個的極值 這3我們先不要管他 好 可是他要滿足這個關係 所以我們就是要利用那個科系 科系的目的就是什麼呢 科系其實是怎樣 是找兩個向量 兩個向量的內積 現在用另外兩個向量 x向量跟y向量的內積 原本會等於什麼呢 長度長度cos 對他會等於那個 長度長度cosc 可是cos最大是1 所以他就會小於等於 長度乘長度 這是科系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要做科系不等式 就是要去找向量 所以我的這邊 因為他有a平加b平加c平 所以我有一個向量呢 就叫做abc 可是我就選abc 但是我要a加2b加2c 所以我的y呢 我就選122 這兩個內積就會得到我要的 a加2b加2c 那小於等於這個的長度 這長度就是什麼 a平加b平加c平才更好 就是更好9 那後面呢 也是1平加2平加2平 對也是9 所以這東西呢就會 對就會小於等於9 那所以 這東西就等於9 那所以 除3呢 最最後就得到這個是3 所以這裡是用到科系不等式 怎樣會想到科系不等式 就是你大概想到 這裡abc有相承的關係 但是他又給這種 平方的平方盒 就會往科系不等式去想